这个动作一定要收藏起来 学会了教爸妈 让咱爸咱妈 70岁了80岁了 想去哪就去哪 第一是搓席盖 第二是揉席盖 三就是抓席盖 那么四呢 就是拍席盖 长做这四个动作 可以保护席盖 价值百万的健康口诀 一定要收藏 早不洗头 饿不洗澡 男不离酒 女不离偶 油杂不吃 烟泡少吃 大蒜四饱 生姜不少 饭前喝汤 胜过药方 饭后吸烟 害处无边 冷水洗脸 美容养颜 温水刷牙 防敏固齿 汗水未干 冷水没沾 身体健康 点赞收藏 往怀里抓 抓的是洋气 一定要把手打开 用力 用力抓 抓的是干血 干血足了 人身体就好了 就健康 大家都知道 多喝水对身体好 其实多喝水 不如喝对水 今天给大家分享 三个喝水的黄金时间表 点亮红心 收藏起来吧 一 早上起床以后 喝300毫升的温开水 稀释血液 让血液循环系统 恢复正常 防止便秘 二 下午三点这个时间段 多喝水 可以帮助我们排出身体里的 多余毒素 三 晚上七点到八点 这个时间段都要喝水 美容养颜 还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 学会的不要着急划走 点个爱心 加个关注吧 女性过了45岁 每天再忙也要抽出时间 锻炼这两个动作 让我们的心脏年轻20岁 动作一 双手平行接触 进行来回搓拉 这个动作 每天早晚做50次 动作二 双手中指进行焦点按压 这两个动作 坚持一个星期 你会来感谢我 学会的不要着急划走 点个爱心 关注一下吧 空手拍肠胃好 虎口拍肝皮好 手背拍肩颈好 掌根拍代谢好 食指拍心脏好 点点赞身体好 胃不好的朋友 千万不要滑走 给大家分享一个 养胃锻炼三部曲 30秒学会 做的就可以练 动作一 拍打中腕一分钟 动作二 拍打大腿正面的胃肌一分钟 动作三 敲打竹三里一分钟 学会的不要着急划走 点个爱心 收藏起来吧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很多是多年的手脏 手麻 肩周炎 都完全康复了 早晚做十分钟 一个星期就见笑 我建议所有的女性 平时多做上胶百臂的动作 因为肝有病 齐气流于两叶 如果两叶经常不通畅的话 容易造成两叶淋巴浮肿 乳腺结结 脸上爱长斑 爱长痘 这两个动作 每天坚持做 50到100次 一周后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刺激 不要每次都滑走 点个爱心 收藏起来锻炼吧